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议院啊 法院啊 警示厅啊 什么的都在这个地方 而且呢 还有我们就是中国人比较讨厌的这个靖国神社 也是在千代田区里面的 除此之外呢 可以说千代田区是属于是东京的话 权力和经济的正中心啊 因为像一些各大公司的那些主公司啊 也都是在千代田区里面的 像什么三菱啊 什么的 把那个丸之内那一片就基本上就全开发出来了 还有像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 像什么上智大学啊 法政大学啊 明智大学啊 还有一桥大学啊 也都是在千代田区里面的 所以说地处地理这个地理卫视的话是非常优势的 因为这个区里房价都稍微比较贵 而且很紧张 嗯 还有大家可能不知道一点 呃 作为我们去旅游 那个秋月园的话 也是在千代田区的 他是不是和我们这个刚才介绍那个地方的风格格格格都不相不相入呢 这个风格是不是有点跳跳出了个画面感的这种感觉 没错 这个秋月园呢 呃 怎么说 他也是一个电器 一个商业的一个这种东西 虽然说出现在这个千代田区里面可能有点突兀 但他确实是属于千代田区的 呃 今天呢 给大家推荐一个秋月园旅游吃饭的一个地方 呃 叫做汤冬 就是探团的意思 它 它 冬 呃 可以 呃 它里面是卖什么呢 是烧肉饭 烧肉饭 大家应该都知道就烤肉饭 然后放在米饭上面 然后会磕上鸡蛋什么的 那家比较好吃 而且比较亲民 如果我给大家推荐那种呃 特别高等级的呢 就没什么必要了 因为像那种的话 啊 都网上都能搜得到 像我说这种的话 就是我自己平常因为学校在那边嘛 吃出来的经验 那个具体的位置呢 可以看我们下方正文的那个呃 会有公告的 会写在那里面 然后 还有什么啊 好玩的 好吃的什么剩下一些东西呢 等待我们介绍下一个区的时候呢 也会给大家再介绍的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